跟随我的步伐走进越南 了解越南生活 大家好 我是阿姨在越南 阿姨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小悠呢给我打电话 她突然来我家了 然后等会拍一个视频 记录一下生活 好不好 好 走吧 带兄弟们去接小悠 小悠呢 很多老天比较喜欢她的 好几天没有拍小悠了 然后很多兄弟问我说 这两天小悠哪去了 我这两天比较忙嘛 也没有去找她 她今天主动过来找我 看看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今天外面下很大雨是吧 嗯是的 我来的时候山很大 越南现在是雨季 基本上每天下午要下雨 没看到人呢 哈喽 哈喽 今天下这么大雨 你跑过来干嘛 他没摸到 几个万两米啊 他说 国庆节已经过了 我们找房间了嘛 啊 你还是为了找房子那个事过来找我呀 在为了找房间的地方啊 我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 说这两天比较忙嘛 忙完了这两天 然后我过去找你跟你说 跟你一起去看房嘛 他说每天都病啊 所以我都病了 所以我都病了 所以我去找房子 所以我去找房子 我去找房子的地方啊 他说我问你有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啊 什么事情啊 怎么跟你说呢 大英哥 大英哥 找了一个女朋友 我女朋友呢 要回老家 回乡下 看他爸爸妈妈 我跟他一起去 他说他找了一个女朋友啊 所以他有一个女朋友回家 他想要去跟女朋友回家 去看他 过单了 我现在不是单身狗了 他说他现在是有个人爱了 不然还要是男朋友呢 但是呢 我跟你讲 我找的这个女朋友 她对我的印象挺好 我也是第一次去看到的父母 我也不知道她父母对我印象怎么样 所以说你应该祝福我 希望我顺利一点 嗯 因为现在我还不懂 我家庭的女朋友 我跟他一起去 所以我跟他回来 我真的会很累 你晚上吃饭了吗 你吃饭了吗 没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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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好好几天 没有去看阿姨了 我晚餐还没有地方呢 还没有走路呢 所以说呢 等会我去我家财市场附近 咱们一边拍视频 记录一下生活 然后买点菜去你家做饭吃 好吗 嗯 安静了哈 没见了安公司关系罗 所以呢 还特别有明的 摸一桌安的 就跟这 上个明的家 来跟您 哈 啊 行吗 有 行吗 行吗 那我把门关一下 然后咱们现在走吧 走吧 你们翻译过来接我了 在越南那边开木厄车 只允许带一个人 如果说带两个人呢 他就属于违规了 啊 被交警符抓换了 所以说 他把小悠先送到财市场 他又回来接我了 刚才雨停了 现在就开始下雨了 我们现在雨下的越来越大了 这叫风雨无数 但是在越南那边下雨吧 他比较凉快一点 要不然太热了 翻译 你是多大学会开摩托车的 十六岁就开始开摩托车 翻译刚把我送到菜市场 结果就下这么大的雨 小悠和翻译在那边 经常有中国的同胞 问我一个问题 说我们中国人在越南生活 越南人对我们友善吗 态度如何 对我们好吗 今天我就遇到一个 非常暖心的事情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来到菜市场买菜 没有想到下的很大的雨 翻译把摩托车 停靠在这个停车场 他穿的雨衣 直接去找了小悠 而我被淋湿了 这个时候对面的阿姨 看到了我 注意到了我 OKOK 他二话没有说 淋着雨 把手头顶上这顶斗笠 带在了我的头上 把我接到了他家的雨 所以说我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暖心 当机立断 我就是被他的一份 心热情感动了 摸着这么大的雨 他还没有收到 还蹲在马路旁 为了生活 为了升级 售卖着这种越南本地的水果 最终我花了4万元 支持了他一下的声音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语言交流 沟通 阿姨看得出我很焦急 这时 她拿出一个塑料袋 套在了我的头上 我终于和小悠 还有白姨 回合了 小悠啊 一共来我家几次 你几点点没了呢 三次了 第一次下雨 第二次还下雨 第三次还下雨 请问你是水做的吗 他不是水做的 他是爸爸妈妈生出来 你这么回答也是没毛病 你到我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雨已经小了 已经停了 结果我们到菜市场 又下这么大的雨 我们呢 以为不会下了 所以说雨伞也没有带 雨衣也没有带 我们三个人被困在这里了 今天估计是吃不上饭了 小悠啊 你多高 几米八 一米六八 精神高一米六八 是的 穿上高跟鞋 有多高 我打压了 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小悠 我考考考你看看你抽不抽名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你是等雨停呢 我们再走呢 还是你有没有好的计策 好的想法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一直大 然后小一点又大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 还有其他方法吗 感觉通通的风法开口 还有 淋雨 淋雨啊 哈哈 世界淋雨 哈哈哈 那我考虑考虑啊 看看又哪种方法 我们三个人在隔壁避雨避了半天 结果到现在雨还没有停 外面马路上都已经成河了 所以说呢只能来到隔壁 吃点快餐 吃点越南当地的小吃 我们准备吃什么 我们准备吃文校 这个是越南的菜客产的 越南人和外国人都喜欢吃 外国人和越南人都喜欢吃 那我也要尝试尝试 白亿介绍的说这个东西很好吃 这个东西就是 它都是什么原料吗 都是什么食材呀 有猪肉 沙和那种一种米粉 这个黄色的炸下来 然后放芽豆在里面 猪肉 沙 虾 那叫豆芽吧 豆芽 翻译说牙豆 豆芽叫牙豆 越南人特别喜欢吃米粉是吧 是的 早餐米粉 早餐米粉 晚上一般般都是吃米粉 在越南一般一天几顿饭 三 也是三顿饭对吧 这一份饭多少钱 三万五千 这和人民币是十块六五毛对吗 对 你们两个人吃那么一份能吃饱吗 我们女的一份就好 男的应该是两份才就好 对 如果说大家来到越南旅行 能适应越南菜的味道 其实还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要是你适应不了越南菜 那你的日常消费就比较高了 因为你只能去外国餐厅消费了 其实在这个本地餐厅吃一顿饭很便宜的 现在我们已经点好餐了 只需要坐在这里等待 坐好了我们就可以吃了 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小吃店的环境 和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 小悠 你吃一份能吃饱吗 吃不饱 吃不饱那就吃两份 我就知道你很能吃 所以问一下你 因为悠悠呢不属于那种小巧玲珑的 她属于大板的 大块头 所以说应该能吃 这么能吃这种鸭 谁把你娶回家养不起啊 养不起吗 她很容易养 只要她吃饱就可以了 吃饱就行 不挑食吧 意思啊 当地的小吃呢 看着很怪异啊 上了一盘子青菜 而且是生的 没有熟 小悠能不能教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是咋吃的 来让小悠演示一遍啊 看看是什么样的吃法 首先呢挑几个自己喜欢吃的青菜对吗 嗯 青菜 然后加香菜 小悠 你刚才上这座洗手了吗 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就好 这个是给我做的 还是给你自己做的 刚才也要给人做 他说跟谁都可以跟谁做都可以 跟谁做都可以 然后呢主要的是吃什么 主要吃的就是这个东西 煎出来的对吗 嗯 青菜 青菜煲起来 然后这就可以吃了对吗 你外观按着脚 啊 蘸这个蘸料 越南人都是喜欢吃鱼露的 这个应该是鱼露的吧 鱼露 然后放点辣椒 吃吧 干饭人干饭魂干起来 这大嘴 这口不小啊 好吃吗 嗯 又来一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准备干饭了 这期视频呢 就为大家录制到这里 小悠 跟朋友们说一下 下次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收看 点点红星 喜欢我 关注我 关注我